大家好,我们在这个三角梅花期前呢,都会给三角梅进行一个控水工作 但是我们给三角梅控水的时候啊,在它控水7天之后呢,我们要做一个动作 这样呢,可以促使它花芽分化更多 那么是什么动作呢? 这个动作啊,就是给这个三角梅啊,松土,山根 我们把它旁边的土啊,给它松一松 然后呢,把它表面的一些根啊,给它铲伤一点 为什么要铲伤它的根系呢? 这样是为了抑制它这个叶芽的生长 抑制住叶芽生长呢,就能够促使它花芽分化开花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触花的方法 但是呢,时间大家一定要控制好 一般在我们控水第7天的时候呢,就可以开始做这个动作 因为呢,这个三角梅啊,它的根系如果长得非常好 就特别容易让它长出这个新芽新叶 如果一直长新芽新叶的话呢,就很难花芽分化开花 那么我们伤了它的根,然后呢,就会意识它的这个叶芽的生长 这样呢,就可以触发它从这个营养生长转为生殖生长 这样呢,就可以花芽分化开花 所以呢,做好这个动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了,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再见